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演講開始之前 首先先邀請我們 創意家請教王明正同時代 來歡迎各位貴賓 做一個開場的支持 現場各位貴賓 大家好朋友 好兄弟姐妹們 大家好 大家早安 謝謝謝謝 我是創意家董事長王明正 我也是這一屆的台北市代表公會理事長 那我們在一次 我們是群員會的時候 我們有聘請了台經院的劉總監來演講 就得到非常熱烈的迴響 那我想說我們還是要固定 我們創意家要固定 跟大家分享 好東西都跟大家好好地分享 那是因為冬月前 那個景氣一直在衝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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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劉總監就有一些 預告一些 數據 因為台經院的院長 就是央行的理事 結果呢 我們訂了訂 訂了今天 10月17號 剛好 920 我們這個 這個 金龍啊 楊金龍先生 央行啊 就是 出了一個 一個課題給我們 剛好呢 我們很有厭惠 很有福氣 今天請來 我們 台經院的劉總監呢 來跟我們解答 那這個 金龍之亂呢 我們劉總監如何給他打回去 好不好 今天是打了 我們說 我們要和平相處了 所以呢 我們要有好方法去應對 希望這個社會是良善的 我一直在講 我們政府呢 我們要感謝台積電 讓我們土國神山 幫助我們台灣那麼好 那台灣 我們政府呢 花了那麼多錢 支持台積電 讓台積電呢 幫助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大家過好日子 結果呢 台積電的外資 有七十幾% 那股票漲那麼多 七十幾%是外國人 提款提出的 結果呢 我們老百姓 總是要有好的安居樂業 我們要有好的居住空間 一天到晚再打 打打打打這個房子 我們都認為很沒有意思 應該要有好的政策 來幫助我們老百姓 有好的居住空間 那其實我們是從業人員 我們建設公司開發土地 非常的辛苦啊 那我們代價公司 像蚊窗公司一樣 都跟我們的建設公司都合作 我們希望這個好的居住空間 好的生活品質 來提供給我們的消費者 好 所以我們是一個良商的循環 所以希望喔 政府不要再 要出招之前呢 要跟我們業者做共同 好 所以才不用一刀切下去 好像切菜一樣 經驗不好 切下去 手指頭都切斷了 現在還在紅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是會過去的 可是這樣對我們的消費者是不太好的 所以請大家還是要耐心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眾多信 我們是 謝謝我們的劉總監喔 不過劉總監非常專業 都是科學科的數據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很期待 等一下還有什麼可以跟劉總監交流 那我們今天也有咖啡 你看那個 那個咖啡那個ロボ那麼好打 就是給大家看 今天的咖啡也不錯喝啦 所以要喝冰咖啡要喝拿酒 什麼都可以 再來呢 也可以如果還沒來參觀過 我們這個街中心樣品無老 也可以來參觀一下 跟我們多多指導 多多指教 我們蒙西中都是我們專業的同事 隨時為大家服務 多交流 謝謝大家 現在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劉佩真總監 謝謝王董事長 還有在座的各位長官 各位先進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很開心喔 真的非常感謝王董事長 再次的一個邀請 那這個時間其實也是剛剛好 因為佩真呢 其實除了研究不動產 佩真來研究半導體業 其實真的再過兩個禮拜 佩真又要到日本去演講半導體 所以很開心今天還能夠到這邊來跟大家來分享 我國不動產現在目前的一個景氣的一個發展的狀況 那同時也透過台晶業我們最新的調查 我們來看一下對於明年呢展望還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一些分析 那我想在還沒有開始進入到我們今天的主題之前 我想就先讓大家各位先進看一下 在過去這幾年的一個時間 價量的一個走勢的變化 那我們知道 那麼其實在這個民國 就是說在這個2023年第四季 其實是國內的一個SARS的一個疫情 那麼到了第四季完全的落幕之後 其實也就開始了這一波多頭的景氣的一個循環 那過去房地產市場的景氣循環大概都是7年 那但是在這一次呢 卻是超過了這個10年的時間 那麼一直到2014年的這個上半年 那麼剛開始就是在財政稅 財政部的一個房地合一稅的一個討論 那麼所以在房市開始有一些下修 那麼一直到2026年 2016年 那包括了就是在房屋稅 還有在這個地價稅等個兩個持有稅的一個雙漲效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當時2016年的這個價這個量的部分呢 是來到史上的新低24.53萬件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看到這個價格 也是稍微有一點修正 不過這個其實跟過往 我們說房價的一個這個修正 大概都要達到三成以上 才是比較有感 其實已經沒有修正到那麼大 那麼後來也看到其實在這一波下滑的這個時間點 也並沒有太長 很快的 後來又隨著就是台商的這個陸續的回台 那麼以及在這個疫情之後 那疫情這個發生的一個期間 那當然這個寬鬆的一個貨幣政策 也就持續的後續帶動了整個房市的價量的一個上漲 那我們特別看到就是說去年 雖然在這個2023年的量呢 是有稍微一點萎縮 大概是在30.97萬件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全台的一個價格 依舊還是在往上的 那我們來預測一下其實在今年度呢 其實1到9月份6度的建物買賣移轉件數 它的一個年增率現在目前大概是在24.94% 即便今年的第四季那麼應該是年增率是會往下的沒有錯 但是全年應該預測還是可以達到在一成左右 就是這個高高位數到一成左右的一個增長 也就是說達到這個超過33萬件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價格的部分呢 當然今年其實在年底前即便就是說市場有降溫 但是也不用期待價格會有下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如果從這個國泰的房地產指數 其實到今年的第二季全台的一個這個可能的一個成交價還是來到了53.05萬 等於說在今年其實還是一個價量其揚的走勢 只不過在今年的交易的狀況是前高後低這樣的一個局面 那先跟大家來大概分享一下 那今天佩晨會跟大家分享三個主題 第一個當然還是來看一下我們現在面對的總體的經營環境 特別是在政策面其實真的是比較區域複雜 那第二塊呢我們來看一下景氣的部分 除了住宅 我們當然也要看一下在商用不動產的部分 都提出台經院第一手的觀察 那第三個部分呢就是我們的景氣的變化 那麼當然也提出台經院獨家的觀點 好首先在第一個部分呢我們來談一下我們的總體 現在這個房地產所面臨的一個經營環境的一個情勢 那從我們的一個GDP的表現上 去年當然是來到了這個比較新的低點 1.31% 那今年度呢如果以這個主機總處的目前最新的預測來說 大概是在2.90% 那麼大概在3.90% 那當然佩珍也參加了在這個主機總處 我們在8月份我們大概有這個針對幾個這個智庫 我們都有對於這個主機總處有做一些建議 大概明年的這個區間會是落在哪裡 那後來主機總處發布 明年大概是在3.26% 所以大概會叫今年是稍微有一點趨緩 不過依舊還是在3%以上的一個水準 至於在CPI的部分 到今年其實是連續三年 台灣的這個CPI都還是維持在2%以上 那麼目前央行也其實在主機總處 可以都預測今年大概在2%以上 那還是很確立的 那特別是在主機總處也預測 今年的CPI應該會達到2.15%左右 所以如果以楊總裁所說 未來如果要降息 其實要達到CPI1.55%以下 這個其實當然就比較這個預測了 短期之內大概央行 在台灣的部分比較不會跟隨這一次 美國聯準會的一個下降 所以短期之內我們的這個房貸利率 應該還是會持續的處於在高點的部分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就是看到這個 今年的央行的走勢 除了在3月份逆勢的往上半碼之後 那我相信到年底之前 不管聯準會可能還有2碼的一個降息 就是說今年總共可能會有4碼的降息 不過這個對於台灣來說 因為現在各國的考量已經不盡相同了 台灣目前還是比較考量 是在這個CPI它的一個變數 特別是在電價的10月份的一些調漲 所以短期之內在台美的這個利率 目前的走向事實上是有一點分歧的 所以短期之內其實我們的台積院的院長 也已經預告大概這個年底前 央行是不會有對利率有任何的動作了 那另外再提到就是在半導體業的部分 等會我們也會看到這個台積電 真的是全村的希望 那目前呢確實台積電也除了太動了國內 包括了這個是AI當中的重中之重以外 他當然對於房市也帶來了外溢的一個效應 等會我們也會來看 那另外就是在政策 大家當然會比較關心 在這次央行第七次的選擇性的信用管制 短期內到底對我們 現在還有在第四季的一個交易 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等會也會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那另外就是從去年8月份選前開始 那麼一路到今年的6月份 非常這個活絡的新清安的部分 那在下半年之後 因為財政部也開始介入了一些管制 那雖然查出不法的部分 其實還是不到這個4% 但是確實呢現在的市場的氛圍 也讓新清安現在申請的這個建數 還有金額確實也已經出現了趨緩了 好那央行我覺得他其實看到了三個指標 目前還是在高檔 那8月份的部分來看 不動產的貸款的集中度 依舊還是在37.6% 那大概距離他的這個高峰 37.9%還是已經相距不遠了 那另外在不動產呢 貸款占放款的平均的一個比率 那麼各家大概平均在8月份 還是有達到了26.47% 當然今天大家也看到在報紙當中 在這個關股的部分 甚至還是有達到將近28% 那這個臨界點其實已經 讓這個央行非常的一個緊張 那另外還有國營的這個房屋的一個貸款余額 其實到8月份是來到了10.69兆 還在持續的一個上升 而且年增率也是超過了11% 所以在這個部分 央行其實總裁呢 其實在像是我們在院內會議的時候 我們院長也有透露 其實總裁看到一些數據 有一些是我們沒有辦法看到的 因為他有做一些在這個銀行端的 數據上的交叉比對 他可以看到有一些像是建築融資貸款 比較集中在某幾家的這個不動產的開發商 所以再加上這些數據上的一些呈現 還有交叉數據是讓總裁其實非常的緊張 所以當下他們在里建市會議就決定要先打下去 那後續要彌補的部分再說 所以會變成有這樣子的一個政策的一個背景 也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好那首先我們就第一個先來看 今年呢當然其實是上半年 其實大概在房地產是萬里無雲 都是價量其揚的表現 不過呢到了下半年就開始有一些出現轉折了 已經出現了比較逆空壓制的狀況 那其實從今年有利的一個情形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了 除了這個國內的經濟的成長率 其實今年的外樂內溫 都讓國內的GDP達到3%以上 而且我們的3月份 即便中間呢 在這個7、8月其實是股市有一些震盪的 不過至少都能夠維持在2萬點之上 那另外整個台積電在整個西部幹線 從竹科一路到屏東地區 當然現在這個持續的在加碼先進製程 還有在COAS方面的一個產能的建制 確實對於帶動區域的房市的行期 跟工業的地產都是有所挨注的 那麼同時8月份也開始進這個對於 就是說台商回台 5年的解禁時間也已經開始了 每年會有多400多億的資金水準 不過我們研判在這一大塊的資金的規模 還是會進入商用不動產市場還是機會是比較大的 那另外通宏的一個因素未除 其實民眾呢 國人呢 其實還是比較喜歡投資房地產 這個其實是對國內房地產是非常有利的一個因素 那另外就是青年安心成家方案 以及今年的4月3號的花蓮的強政 又再次引發大家對於都更為老的一個重視程度 這個算是比較有利的 不過不利的部分我們剛剛也提到 因為短期利率其實難以調降 所以目前的像是在五大銀行的新承作的房貸利率 還是達到了2.194% 那持續都是維持在2%以上 那這個呢當然對於就是說受險業者 他現在購置商用不動產的最低的報酬率在2.97% 所以幾乎在台北市很難找到能夠投資的標的 所以我們最近看到台灣人獸 他比較找的就是在桃園的那一塊的一個基地 那這個算是他未來的一個開發的狀況 所以會比較鎖定北市以外的這個地區 那接下來就是在這個政策的一個出手 那我想這個是未來是很難有一個鬆綁的一個機會 那其實我們的院長也都有提到 那他們當然這個理監視會議們 他們也都不期待在這一次第七次的一個打炒房 就能夠把房價壓下來 那否則就不會打到第七次了 所以他們認為就是說短期之內 他們希望的目的是先讓這個房價不要再續上 這個是可以聽出來他們主要的一個因素 那另外再來在房貸的這個目前的購物負擔 如果我們今年在第一季內政部所 最新的公布的一個數據來看 那麼在今年的第一季 那麼也就是說房貸的一個負擔率 就全台來說已經高達了44.30% 過去大概就是覺得我們每個月的一個收入 大概三成其實是比較合理的 現在全台也已經來到這麼高了 更不何況在台北市更已經高達了68.82% 也就是說哇在台北市的賣房 有每個月的支出將近69% 我幾乎都要投到這個還這個房貸的部分 所以這個負擔其實是非常重 另外一個指標房價所得比全台的部分 在今年的第一季10.35倍 過去大概來講6倍大概是比較合理 而台北市已經來到了16.08倍 所以目前這個在房貸的負擔的比例上 確實是還是居高不下的 那另外就是兩岸目前的一個狀況 我想當然最近這個兩岸的一個狀況 當然還是大家非常的一個緊張 所以我想這個短期內的一個地緣政治 還沒有消除大概還是會比較稍微影響 在高資產人士在購置這個房地產的這個考量 就會稍微比較多一點 好那佩珍也幫大家整理 這個是目前國際的主要這個預測機構 對於今年還有明年呢 這個全球的GDP的一個預測狀況 那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其實今年大概都是目前已經都持穩了 大概預測機構 不管是EIU S&P Global 以及在這個UM還有OECD的部分 大概都比較是落在2.5%到2.7%的區間 比較多一點 那其實EIU跟S&P 這個大概都是每個月會去更新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今年的整個支撐的主軸 大概還是在美國 美國的今年的這個整體的一個 這個經濟的表現還是蠻優於預期的 所以它的後來的一個降息的馬數 以及在這個時間點都比原先預期來的落後 那反倒今年其實在日本跟歐洲的部分 甚或是在中國的表現都是比較不盡的影響 那明年呢就會雖然說總體的這個全球的GDP表現 其實跟今年大概會是持平的 但是結構上就會有比較明顯的不同 明年呢美國的部分 因為當然受到先前的高利率的一個影響 它的效應會慢慢浮現 所以在明年的GDP的表現慢慢會 所以就比今年明顯的缺緩呢 取而代之的在日本跟歐洲 明年的經濟的表現就會比較好一些 那麼不過在中國的部分 依舊還是會比較處於比較低迷的一個態勢 那台灣的部分剛剛也在一開始都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明年呢大概就是會比今年稍微再缺緩一些 好那接下來的話就是在這個五大銀行的乘坐房貸利率 剛剛也跟大家做了最新的報告 目前是來到了2.194%的一個水準 那大概短期之內這個房貸利率 維持2%以上大概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那更何況在蠻多銀行現在在第二戶 對於這個房貸的利率 甚至已經都拉高到3%以上了 那麼所以我們用基準利率來看 其實是比較不太準的 其實還是看各個銀行 他們實際上真的在放款 那麼對於這個所謂的一個去購物 那他們的一個這個所承受的 他們的一個這個貸款的利率 真實的一個實際上還沒有辦法反映在這個數據上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在五大這個行庫 新清安的 他佔的整個總的新增房貸的比重 我們說他其實是去年8月份開始的 那一開始熱度還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是從9月份去年9月份 後來就開始往上衝 那麼一路呢其實都達到了佔整個總的這個五大行庫的放款 都在三成以上 那甚至到今年的五月份那時候還非常熱 大概已經超過了這個四成了 來到了40.6% 那這個當然也這個造成了這個政府的一個關切了 所以之後呢當然我相信在六月份之後 一直到目前為止這個比率上 大概一定會是從高檔慢慢的來往下滑 那所以政府當然也後續這個下半段呢 就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是目前政府對於新清安當然有一些比較嚴格的一些管控 以及在一些優惠的一個措施 那確實目前在申請新清安的部分呢 真的比過往的這段時間來講 現在確實是已經有比較減少一些了 好那這次我們來提到這一次的央行理監事的一個重點 那其實在還沒有這個理監事之前 19號之前很多的媒體一直採訪 究竟會不會 那我就一直跟他說一定會 那只是說方向上呢 這個都是跌破大家這個房地產界的這個眼鏡 因為沒有想到這一次央行的出手會這麼重 這個真的是我沒有辦法想到的 因為他這一次呢可以說是堪稱以來範圍最廣 項目最多力道最強的 那甚至當時也大概有討論就是說 自然的名下的第一戶購屋的部分呢 那麼是沒有寬限期的 那儘管當然最近其實 央行後續做了一些民補的一個政策 不過大家這個市場界還是覺得說 他放鬆的這個比例還是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認為說大方向的這個打炒房的政策 其實對房地產負面的一個影響 目前我們的看法還是沒有變 他還是會造成短期的一個量縮 所以並不會因為他有鬆綁的一個狀況 而有改變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我們來看到他的一個影響 其實我們從最近的這個仲介業者 7月8月9月已經連續三個月 月跟月的這個交易量的比較都是呈現下滑 已經就可以看到這個量已經慢慢有萎縮 那主要是7月8月央行是這個減降令 那9月份正式回歸到比較正軌的這個部分 那回到這個央行的第7次的選擇性的信用管制 所以他對於新城屋 以及即將交屋的這個預售屋 還有在城屋的部分 這一塊是比較首當其衝的 那當然對於新清安現金族 那麼或者是說針對這個民眾 他們如果有自己就是拿出現金的這個部分 或者是在都更跟維老這個部分 當然影響就比較小一點 那如果是以業者的部分來分的話 主要仲介業者 那麼以及在這個相關的中小型的不動產開發業者 這一塊我覺得他的影響性是會比較大一點的 那這個部分都造成了今年的第四季 已經都確定是呈現降溫的一個態勢 不過降溫的態勢 其實我們還是要稍微的再做一個這個解釋 就是說我們認為量能是會萎縮的 但是很多媒體都會問價格會不會下跌 很多這個買方都在期待這個下跌的一個狀況 他們就又要搶劲 但我們就回答他們說 其實短期之內房價要下跌可能性還是不高的 為什麼第一個這個賣方在過去一段時間其實也有累積一段的一個獲利 那麼認為現階段還沒有必要在初期的部分 政策的初期就做一個拋售的狀況 第二個部分還是來自於成本面的支撐 一方面是過去開發商他們在土地的一個購買成本相對其實就是比較高 那另一方面就是在於現在的建材成本像鋼鐵的部分 近期又超燒的開始往上了 那更何況缺工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再加上碳費的部分又即將開增 那麼雖然說環境部他評估對於房價的影響是0.1到0.2% 不過我想在座的各位的房地產界絕對不會認同這樣0.1到0.2%的一個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成本面的一個支撐還是會對於短期內的一個房價 我認為他還是會持續呈現在高檔震盪盤整的格局是比較多的 好那接下來再簡單講一下今年7月份的屯房稅 那當然在這個影響性比較大的當然就是屯房大戶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在開發商他們會盡快處理漁屋的問題 特別是比較大坪數跟豪宅的部分 不過因為他的時間點是在7月份 那當時的房市也不算這個氛圍太差 所以其實也並沒有造成所謂的一個拋售潮的一個狀況 那我相信即便面臨到現在的情形 也不會太過於去拉大他的一個議價空間 那麼目前還是且戰且走這樣的一個局面是比較多一點的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剛談的這個探費的一個徵收了 那麼第五次的這個審議委員會終於決定了 那麼拍板定案一般的這個費率大概就是300元 就是說如果這個每年排發量超過2.5萬公噸的 就會課徵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費率A費率B比較簡單的就可以降到50跟100元這樣的一個價位 那這個當然要符合他所謂的這個碳排的一個減量的一個比率 他有辦法拿到這個比較優惠的一個這個所謂碳費的一個費率的價格 那總計來說在這一次的一個徵收來講 他的影響的加速大概會是在280加左右 那影響的工廠大概是510加的一個部分 那因為在過去碳的一個排放情況當然是以鋼鐵業 還有在基礎的這個基本的化學跟其他的化學工業 那麼以及在石化業半導體業這些其實是比較多一點的 那所以當然有一些其實還是跟房地產特別是鋼鐵跟石化 這個是比較有關的 所以我相信這一塊的未來如果他們朝向要減碳 但畢竟要走向這個綠色的相關的產品 他的報價絕對不會低的 那所以這個當然一會是影響我們的營建業者 他的一個生產成本 建材的一個成本的一個上揚 好那剛剛提到都政策面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房地 就是說房地產業其實在這幾年呢 除了軌道的經濟 那還有什麼樣的一些重要的一個會影響房地產的要素 第一個當然就是政府的大南方計畫 你可以看到這個政府的就是極力的在推動 這個不管是台南市或者是高雄市 那用的就是台積電 他就是把他的生產基地一直往南部 來做一個移動 那藉此就希望能夠達到北高南低的這個房價的差距 能夠有所拉近 那當然過去影響房地產最基礎的就是在交通軌道的這個建設的部分 那目前也是有持續在持續的一個進行 那當然我想最近影響比較大的其實還是在政府大南方的一個計畫 所以接下來就跟大家來看一下我們這個半導體業的這一塊 那半導體業我們來看橘色的一個部分 其實今年的台灣的半導體業可以說是表現非常亮麗 我想不管是在股市的一個表現上 那台灣整體在產值的部分可以這個成長高達20.6% 而且他的一個產值的這個規模大概是5.23兆 那這個是創下史上的一個新高 這個當然跟我們的傳統產業鋼鐵石化紡織 還有在這個機械設備業就有造成反差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跟AI相關的半導體業的它其實好的層面就非常多 但是傳產的部分好的情況就非常少 那大家當然特別關心 今年這個所謂這個半導體業推動的動能 就是來自於紅色的這一塊台積電 今天下午要舉辦法說 那原先上次的合併營收大概預測今年呢 應該是在24-26% 那麼我們覺得他26%應該是渴望達標的 那再以現在他今年第四季的一個業績來看 今年達到30%的增長應該不是問題 所以這個下午應該是 渴望釋出在今年第四季是有一個好的一個消息 所以我們來看在今年的整個半導體業 其實就是台灣的一個表現還是遠高於全球的一個狀況 好那當然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這次當然推動這次半導體業呢 主要就是在這個AI的一個樂潮 那台灣的一個半導體的供應鏈 我想就把這個AI相關的部分整理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這個大家其實在這個資本市場當中都有非常清楚 大概哪一些受惠的一個族群 那整體來看其實台灣的半導體業也藉由這一次的AI的一個世代 那等於說我們的等於說台積電它在先進製程 現在已經是所向無敵了 再包括了先進封測的部分又是一個領先的角色 所以台灣整體來說我們已經處於在AI發展至高點的一個地位 所以他不但對於我們的產業地位的提升有關 而且也跟今年的外貿的表現也都是有一個推升的效果 所以他堪稱是輝達以外另外一個AI商機當中的最大的一個贏家 好所以我們從這個科學園區跟台積電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怎麼樣去緊密的結合我們的房地產業 我們從這個逐科中科南科你可以看到其實在科學園區當中有非常多的一個行業別 但是你可以看到最左邊的機體電路它的比重就是遠遠的高於其他的行業 總的來看大概有將近78.08%遙遙領先的其他的行業別 更不要說台積電光一家公司佔這三大的科學園區就佔了四成 所以它實質上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那麼再從三大的科學園區再把它做一個拆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現在過去來講我們都覺得是逐科 是台灣半導體的生產重症 但是這個趨勢早就已經改變了 現在是南科而且比重之高你可以看到達到45.46% 那舉足比這個南科這個主科的30.65%高出的非常多 那另外就是位居末位的是在中科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就可以足以解釋為什麼在近期台南市高雄市 不管是在房價或者是在交易量都能夠表現相對突出的主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看到政府就不斷的在推進南台灣的半導體的S廊道 從南科的這一塊到高雄的地區還有在南紫的部分 我們看到最近就是台積電其實在這個高雄就是中油的舊油的廠區 它其實是有5座的可以容納5座的一個晶圓廠 那P1 P2 P3已經就是未來的2奈米的生產的重症 那P4 P5原先是預計2028年大概才會開始進入量產 不過最近當然說陳其邁市長也已經證實台積電已經要求在P4 P5要加緊速度 所以可以顯然可以看到它其實對於在高雄當目前的一個房市的一個發展 又會整個往前推進的一個速度又會更快 好這個就是目前在高雄地區所推動的一個相關政策 我想就提供給各位先進來做一個參考 好那這個真的是台積電所到之處房價都是這個所謂的一個保證 不管是在日本的一個熊本還是我們台灣 不管是在這個寶山園區 橋頭科學園區還有在台南的總部 我們看到全台8個地區3年之間的房價的漲幅都是超過4成 所以這個真的是台灣的另類的一個奇蹟 它對於房地產業者也很好就是多了另外一項非常重要的一個推動的一個要素 好剛剛第一個部分我們講的都是有關於在經營環境的變化 接下來我們實際就來看看它反映在價跟量的一個表現究竟是如何 那這個是我們等會會講的摘要的內容 所以大體上就是來說去年其實可以看到我們的房市是降溫的 它是一個量縮但是價值盤整的格局 但今年來講我們大概可以確立 就即便在下半年是已經慢慢的趨緩了 但是因為上半年是非常強勁的一個成長 所以全年來講我們還是價量其樣的來看待前高後低這個局面 目前是不變的 首先我們先從台經營我們每個月所公佈的營建業的營業氣候測驗點來看 這個有點類似像這個所謂開發商的一個信心指數的變化 橫向的部分它代表的是業者它對於當月的看法 那月往右邊當然看法就越趨於這個樂觀 那這個縱向的部分它代表的是對於未來半年呢 這個景氣的一個預期越往上方當然看法就越趨於這個比較看好一些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切成四個下面 面向 那第一個是看法樂觀信心下滑 看法悲觀跟信心回升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如果從這個軸線看到在今年的這個六月份就開始往下折了 雖然說它還是在看法樂觀 但是呢特別是在八月份往下的一個這個幅度又更大 那我們預計九月十月還是會持續往下 甚至不排除可能會掉落到信心回升或者是看法悲觀的一個象限當中 那就也比較能夠反應短期之內在這個房市氛圍上確實是會產生一些變化 這個是比較及時的我們台經營所做的一個調查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那如果從交易量的一個部分來看 剛剛也跟大家做一個報告了 現在我們一到九月份最新的一個統計 全台還是有24.94%的一個增長一到九月份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成長幅度最高的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提的 政府一直在推出的是在大南方計畫的高雄市跟台南市 增幅來講真的還是明顯是比較增多的 好 那另外就價格的部分的話 我想第一個我們從上半段的新城屋跟預售屋 這個就借用一下我們的國泰動產紙這個季報的部分來看 那目前的話到今年的上半年其實這個價量還是呈現其洋的一個態勢 不過第三季預測的這個狀況大概價格會是比較在高檔 但是量能可能就會稍微有一點萎縮 好 下半段的部分這個是代表中古屋的新房價指數 那我們看到其實在今年的第二季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季增率 年增率都是同步的呈現上揚的態勢 那當然第二季的一個事況目前還是反映到當時的一個情形還是非常好的 那另外呢我再把這個今年第二季的一個狀況 我想主要是讓大家看一下絕對值的一個部分 那全台的部分其實到今年的第二季每平的一個售價 大概是在53.03萬元這樣的一個價位 其實真的是這段時間來講回首來看真的是已經提升的非常多了 那台北市目前還是最高的112.58萬 那僅次於這個台北市的就是在這個新北市 61.51萬元 那特別要看到的是台中市 它也已經超越了新竹縣市了 那它是已經來到了47.38萬元 那即便是位居全台之末的高雄市 其實也已經來到了33.60萬元這樣的一個價位 我想提供這個絕對的一個數據 也讓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佩珍也整理了一下我們這個雙北市 目前最新在9月份新城屋跟預售屋的一個價格的一個水準 我們先從上半段台北市的一個這個部分 12個行政區你可以看到只剩下4個行政區 還沒有佔上百萬的一個價位 包括了是在萬華地區 那麼以及在北投地區內湖地區跟文山地區 那當然目前最高的還是在大安區以及在信義區 大概都是在不相上下 每坪都是來到了151萬元這樣的一個價位 那下半段我們來看新北市的部分 那新北市目前最高的當然是在永和市 大概每坪是在78萬 不過它距離這個台北市最末位 這個萬華區其實已經有這個縮短了它的一個距離了 那特別我們再看一下最近的這個三重市它的表現 其實也是相當的不錯非常的突出 每坪也已經來到67.82萬元這樣的一個價位 那整個新北市目前最低的大概就是在金山區 大概是在每坪27.73萬元 那當然我們也會特別關注 過去一直比較低迷的淡水區 其實也是慢慢的精精漲 它現在已經也來到了每坪38.72萬元這樣的一個價位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預售屋 其實今年1到7月份 它的一個表現上 其實整體來看這個是上面的部分是加總的狀況 整年其實在1到7月份的這個 不管是建數或它的一個成交量 這個規模的部分 其實還是有大幅的一個增長 可是如果拆解成每個月份 你就可以發現因為7月份呢 央行的這個減降令已經開始寄出了 所以當然對預售屋市場開始呢 就有不一樣的線條了 前面呢都是比較往上的 但是到了7月份就開始建數 還有規模這個金額都已經開始慢慢的往下 已經出現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好以上呢都是在住宅市場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很快的來看一下商用不動產 目前的一個這個概況 好我們先來看這個辦公室的租賓市場 那其實大家最近如果有在做這個辦公室租賓市場 其實蓋好以後要去找新的一個客戶 其實蠻多人都會去選擇在科技業者的部分 那最主要就是說我們要去拆解 過去在這段時間會去成租辦公室租賓市場 那主要呢就是包括了像是其他的像是遊戲啦 零售批發再生能源 那另外就是在科技跟通訊業 這塊的比例也是很高的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的業者希望能夠找到外資呢 或者是在國內科技的這些大廠能夠進駐 那當然如果把它換算成面積還是以金融保險業比較大 那最主要是金融保險業還是基於這個總部大樓的一個需求 要求的坪數還是會比這個科技的部分還要拉大一點 不過就建樹上可以看到其實現在在科技業者 其實也是慢慢的持續在往上 好那科技業者目前在成租這個辦公室大樓 其實當然最主要就是他們的概念上 他們要屋領比較新而且設備要好的 最主要科技業有幾個比較重要的考量 第一個ESG當然現在是他們的顯學 還有現在要追逐金融排放 從這個所謂建築物來著手是最快的 那另外就是他們需要比較好的辦公室的這個設備 來留住優秀的一些人才 所以我覺得對於科技業者 他們現在就會比較追求的是前瞻性的這些辦公大樓 希望能夠受到這個投資者他們還有的一個青睞 好那我們來看今年的第三季最新的辦公室的租賃市場 我們可以先從租金的一個水準變化來看 整個台北市目前的一個狀況在今年的第三季 大概跟第二季比大概還是比較持平 還是目前維持在相對的一個高檔 那目前這個在這個信義計畫區目前還是最高的 每平每個月大概還是可以乘租到3708元這樣的一個價位 好那下半段就是空置率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季第二季其實是有新增供給 但到第三季是零供給的一個狀況 那空置率就渴望稍微有點下滑 那這個租金水準的變化因為頂級辦公大樓 在價格的一個開出 所以目前還是有維持稍稍的上漲 不過只有0.2%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來談一下大家最近也比較關心的 微型的辦公室它的一個部分 那微型辦公室其實會在國內慢慢逐步的一個興起 主要是在這個全球的一個創業的風潮開始慢慢推進了一個台灣 台灣現在似乎蠻多的年輕人 也都希望在30歲以前就能夠當上老闆 所以這一股這個創業的風潮 我們也可以從我們這個政府 它對於就是青年它的一個貸款 不管它的金額到今年的6月份已經來到了1207億 那麼甚至說在貸款的人數上 這個建數上也來到超過這個13萬的部分 都可以看到確實在這一塊是有它可以衍生出來的 辦公室的另外一塊的一個商機 那另外就是過去的這個購物的一個趨勢 早期大家會覺得就是在電視購物 再來就是到網路上購物 那現在就是直播帶貨 這種的一個風潮慢慢也推進 那這一塊也其實是可以帶動微型辦公室它的一個需求 那另外就是新型的辦公的一個形態 大家要取得工作跟生活上的一個平衡 而且要能夠負擔得起的租金跟它的營運成本 所以微型辦公室就成為說在這一波網路的5G風潮 異後的經濟還有在這次AI的一個變革 專業分工所帶來的另外一個衍生出來的一個商品 所以大家會關心的就是微型辦公大樓它到底跟其他型 它有什麼樣的不同 那當然說我們所頂級的這些辦公豪伴的部分 當然還是有它基本的一些客群 那主要就是它還是要在市中心 而且是嶄新的一個地標 是要核心的 那這個對於像是總部的一些大樓 一定是要追求這個所謂有頂級辦公大樓這樣的一個這個族群 那第二塊的微型商辦呢 它就比較不同了 它因為它跟共享辦公室又稍微有一些差異 共享辦公室它比較是5人以下的部分 特別是針對1到3人這一塊其實是比較多 那這個共享辦公室比較唯一詬病的就是說 它比較缺乏隱密性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呢在這個微型商辦就相對在這個空間上 是有它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微型商辦它比較著重的是20 大概到這個40平甚至45平的這一塊 那比較著重的是5到10人的這種新創業的一個公司 那所以在這一塊相對就有它比較可以創造的一個族群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幾張圖片 這個就比較是在這個設計服裝 或者是說室內的一個設計 那甚至說最下面的這個就是網路直播帶貨 這樣的一個有一個這個小型 比較這個有高顏值的市中心 那又有這個比較好的一個交通 那這個就是現在目前大家比較講求的微型 這個辦公室它的一個發展 我想這個是另外跟大家提的一個趨勢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商圈呢 比較重要的一個店面的一個市場 那商圈的部分我們主要就是來看現在今年的第三季 那其實今天大家這個報紙上也看到了 國人來這個就是外國人來台今年的一個數據 其實到8月份 目前呢還是只有496萬 這個年成率大概只有30% 其實距離原先年初 就是說政府它的1200萬 後來又下修到1000萬 到現在呢這個最新的交通部長 他就是宣布今年可能只有750萬 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可能他就是有一些影響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當然就是說 上半年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所謂的一個比較重要的這個店面商圈呢 他其實空置率慢慢都是有一些在往下 但是之後的話慢慢的他的這個力道上就會有一點減弱 那最主要就是說來台的人數其實稍微已經開始 比較不如預期了 那再加上國內的一些零售內需的部分 雖然有一些幫助 但是現階段大概已經也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的內需像是零售餐飲 大概也已經成長了三年了 所以後續真的還是需要依靠這個政府 用什麼樣的一個政策來刺激 這個來台的一個人數 那持續的讓我們這個重要的店面商圈 在空置率還有在租金的水準 能夠持續創下新高 好接下來的話我們就先來看商用不動產的部分 這個是在第一季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在去年的部分的表現呢 其實是去年因為有星光RETS一號的部分 所以才能夠讓他稍微有一點成長 所以其實如果扣掉那個案件 大概去年的商用不動產 這個發展大家都知道 其實並不是那麼樣的理想 但今年的第一季就衝出了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我們可以看到最主要的買的部分 就是在這個商用 這個是在辦公大樓的部分 而且主要是在開發商的部分來進行購買 這個是今年第一季已經有不錯的表現 好那接下來再來看今年第二季的辦公室的這個市場 雖然就稍稍的有一些走落 就說比較缺乏這個大型的一些個案 不過可以看到他買的主要還是在辦公室大樓 而且是以開發商為主 好那到最新的今年的第三季就有比較大的不同 自用型的買方已經開始加入了 所以在今年的第三季我們可以看到 在整個商用不動產就已經開始衝高了 單季的部分已經來到了718億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年的前三季的加總已經來到了1472億 已經超越了去年全年的一個水準 所以我們預計今年很快的就可以達到1600億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這個部分這一季主要當然我們知道是來自於就不同了 在這一季主要就是在廠房廠辦的這一塊 而且是在科技業者來帶動 當然我們知道今年在第三季有兩筆非常重要的廠房的交易 當然就是台積電買下群創 還有在煤光買下友達的部分 那加總這兩塊的這個交易量 交易的一個金額就已經超過了200多億 所以在這一塊當然就持續的衝高 那我想未來的這個部分 其實很多科技業者已經還是蠢蠢欲動 所以我相信在短期之內對於商用不動產 科技業自用買盤的這一塊還是會持續的釋出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土地的一個交易市場 土地的交易市場其實在今年的第一季已經出現了爆發的一個狀況 等於說我們看到過去的這個線條來講 土地的交易2020年大概就是最高 那慢慢的在2022年就開始有這個砍半的一個狀況 那但是到了今年的第一季 我們當然知道就是在於國內的整個房市的一個氛圍 開始就是展現了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也激勵了開發商的一個業者開始進行這個列地 還有這個備貨庫存這樣的一個效應 好那到今年第二季呢 雖然就是稍稍的開始有一些這個交易量稍微縮手 不過整體來看有一個特別的一個狀況 土地的報價甚至已經開始有一點上揚的趨勢 所以第二季我們研判只是短期的熄火 果不其然在今年的第三季又衝出非常好的非常高的交易量 今年的第三季土地的交易竟然已經衝到1117億 所以這個是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整個的一個交易的一個個案 我想這個部分今年的整體的這個土地的一個交易 應該可以超過五年限就是2357億 現在今年的加總前三季就已經量到了2144億 所以今年呢就是絕對會比去年呢是一個這個一倍以上的一個增長 所以目前是沒有問題的 那大家就關心到底是哪一些開發商 在今年呢前三季大量的出手 所以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有這個前十大的這個開發業者呢不斷的在進行購地 那我們可以看到購地的樂區就在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 那鎖定的都是都市的精華地區 重建潛力的土地跟地上物 還有重化區的大面積的宿地 這個都是開發商可以看到他們主要呢 琢磨的一個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工業土地的這一塊 工業土地我們也可以看到在這個趨勢上2021、2022 因為台商回台呢不斷的一個進駐 還有搭配當時的這個整個半導體業不斷的一個上揚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實際上是表現得非常好 那去年我們也知道外銷非常的冷 那所以在去年的工業地產整個是往下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今年呢前三季已經這個達到了1300多億 所以這個工業地產確實在今年的表現又非常好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來自於在今年外銷的表現 主要還是在科技業者這塊的一個買方還是比較大的 那除了量的一個上升價格也持續的一個上來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主要的幾個工業區 它的一個漲幅也都是蠻大的 那如果以北中南部還有在東部的部分 當然目前漲的還是在中部跟南部 目前都有6.8到6.9%的 今年上半年的一個年增率我想這個都也充分表現 其實在工業地產最近其實在自用買方的一個帶動之下 表現都非常好 最後一個部分來跟大家分享 在這個今年的一個景氣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整體來說 今年還是可以整體的表現是優於去年 那我們也看到 我們剛剛也提到今年 我們認為為什麼房價還是遇跌不易的主要幾個原因 那這個是我們認為就是說 今年如果就從各個我們剛剛會整 我們每一個講的一個這個族群來看 就是有包括住宅的部分 那住宅當然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最近還是要關心 這個央行的一些政策對這個住宅市場買方的承受的一個力道 那今年來講其實真的還是在低總價小坪數 還有在總價這個1000到1500萬兩房的這個部分為主 不過我覺得還是在於說不同 就是說建商他們在設計各項的一個產品 如果是比較偏中高坪數 如果他有非常好的一個設計 我覺得還是有相當的這個 就是說銷售族群他還是會非常偏好的 所以也不一定都是走這個中小坪數 只是說就大方向來講 看起來在今年銷售比較好的是在這一塊 那接下來就是商用不動產 就是我們講的今年就是在買方的市場 特別突出的就是在科技業者 那土地的交易市場前三季呢 大概衝出了都是開發商的部分 那雖然在第四季當然開發商會稍微有一點減量 畢竟因為這個房市稍微景氣上有一些變化 不過全年來說表現依舊還是突出的 那接下來就是辦公室跟這個租賓的租賓的店面的一個市場 也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這個是台晶院我們對於明年的景氣的一個預測 那對於今年的一個看法大概大致上九成以上都認為 今年是比去年是看好的 我想這個就無庸置疑 但對於明年的看法就屬於比較分歧了 那不過這個是因為我們調查的期間還是在八月底之前 那相信八月份之後 九月份開始又有非常大的一些變化 所以我相信可能應該在減少的部分這個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事實上我們也台晶院我們也有幫這個公股行庫來做一些 比較房價信心上的一個調查 那事實上也發現了最近看壞的比例有稍微比較高於看好的 這個比較罕見的死亡交叉的一個狀況 不過這個到底是不是短期的現象還是說還是會維持一段時間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稍微的觀察一下 因為從我們過去這幾年的一個狀況 大概房市有一個比較利多利空的一個政策之後 大概市場都能夠逐步花一段時間消化之後 其實民眾還是會回歸到買房的這一塊的一個需求 也會慢慢的適應這個政策 所以也不見得就是說在這個央行拋出這樣的一個政策之後 整個房市就會是出現崩跌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見得的 那這後續還是值得觀察 那另外我們有調查到影響不動產的幾個主要的因素 那當然就是說目前明年來看還是國內的經濟是為重 那另外在經濟面還是在政策法規跟國內經濟影響是比較大 那政治面當然還是在兩岸的一個關係 如果這個兩岸地緣的政治這一塊還是比較大的話 當然對於我們吸引外資或者是本身在高資產族群 在購置房地產的一個意願 當然就會有一些這個相關的一些影響 好那政策面的話主要就是還是在住宅的一個政策 這個是目前我們調查來講廠商目前是最為關注的 好那接下來就是在辦公室的租金市場 那這個我們提供上下的一個對照 就是說明年的整個供給的台北市的一個狀況 它確實是會開始往上 那達到了5.7萬坪 不過最大的話就是2026、2027 在這一塊比例都會超過10萬坪左右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下面的這個控制率明明在明年是會稍微往上 不過往上幅度最大的會是在2026跟2027 所以這個是特別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平均的這個這個租金 辦公室的租賃水準大概就會維持在比較高檔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要再往上的話就是因為最近空置率的一個壓制 就會稍微比較適緩一點 好那這個是我幫大家整理 一直到2028年目前在台北市最新的這個辦公大樓會釋出的一個部分 也隨時都會做一個最新的一個調整 因為大家的這個完工的一個進度狀況 可能都還是會有一些變化 好那最後兩頁的話還是提到一下大家關心的 就是在這個綠建築還有在綠電2.0的部分 那其實從這張圖可以看到 在我們台灣其實在做這個綠建築方面 其實都是這個部分其實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調查的這些大樓樹 已經取得綠色建築的這個部分是遙遙領先 所以在這個部分其實是沒有太大的一個疑慮 那反倒是在綠電2.0的部分 其實現在沒有規劃的 或者是還不確定還在評估當中的 其實現在是佔的比例還是真的比較大一點 所以這個是未來大家可以努力的一個方向 好以上就是今天佩珍的簡報的一個內容 那希望能夠對各位在座先進能夠有所幫助 謝謝大家 那不曉得現場各位貴賓有什麼不提想要請教的 那我們開放三個問題好了 那不曉得各位貴賓有沒有什麼問題要提的 這個總監 你好我是理事建設可阿普協明 請講 那個剛剛聽了總監很精癖的一些 政策當中的分析啊 那可是說實在的這個總監 還是沒有清楚的講出來就是說 我相信總監對這個不動場市場的研究非常透徹 而且深入還是想聽聽看你對未來的市場 你認為未來也許是明年第一季或第二季 有沒有可能房價還是會有修正 那修正的比例大概會是多少 好 謝謝協理 那我想在今年第四季 我們大概就是剛剛有提到定調檔 就是在房價呢 會是維持在高檔正檔盤整 那我認為這個趨勢大概會至少維持到明年的第一季 那當然半年之後 我們就必須要看後續當時的整個經濟的一個變化 還有房市的一個調整的狀況 那所以到明年第二季其實是會比較關鍵的一個時期 那即便房價有一些修正 其實我大概認為大概在5%以內 就是說比較是還是稍微比較無感 因為大家比較有感其實是要在10%以上 才會比較明顯的能夠感受到 那我認為在各方的一個因素的評估之下 短期內不會那麼快 因為我們看到在過去這幾年 確實可以看到在這個大炒房的一個相關政策 其實都非常多 但是都真的沒有讓房價有非常明顯的一個下跌 所以我認為大概短期 這個今年的第四季到明年的第一季 那麼確實還是能夠維持在一定的一個水準 那之後如果真的有下跌 大概在5%左右 好 謝謝 那還沒有任何位長官 還想提問的 想提問的 總監好 我是莉莉集團 莉莉集團 莉莉集團開發我請就好 因為我們那個 在講到這一次那個銀行現代的部分 那銀行法72-2 它是應該是排除都更這些 但是我們央行總裁 這次從A等變成B加 是不是因為它的資料引用 有一點食言或者是錯誤 造成說好像是沒有排除 所謂的都更的這些 佔有房貸的比例 而造成好像一個假象 說現在的銀行 在70%的資料已經到28% 是不是有這個現象 那如果是的話 請你們這麼精準的資料庫 你們要提供好多資料給養 否則他明年可能還是更加 謝謝 謝謝 謝謝總經理 那我想在這個部分的確 央行的總裁的評比 應該還是有稍微受到 今年3月份 逆勢往上調升它的一個利率 以及在這一次的打炒房 就是說很多的一個動作 並沒有事先跟廠商來做一個溝通 而反而事先做了一些動作 後續再來做一些彌補的這些措施 可能還是讓人家覺得 並不是那麼樣的精準 或是策略那麼樣的一個完整 那的確後續呢 我們也會盡量提供一些資料 來給我們的院長來做一個參考 那畢竟因為李建市是蠻多位組成 他們其實各自的想法上都是蠻獨立去思考的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盡量希望能夠影響他們 那不過他們在意識上就是比較對房地產這個態度上 就是稍微並沒有像半導體業來的這麼樣的友善 這個確實是從他們言論當中是可以理解到 他們覺得說高房價的一個問題 會覺得是對民眾來講是一個比較大的負擔 那甚至在這一次國慶的文稿當中 賴總統會特別提到 要去加速打廠房這件事其實也是讓我蠻意外的 那所以在這塊可能從政府靠央行的一個態度上 我覺得是這個可能還是要稍微在產業平衡上 我覺得是應該要手心手背都是漏吧 半導體業當然也重要 可是房地產業其實也是攸關國內民生非常重要的一個行業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未來一定會持續不斷的來這個 是是是 對 希望能來提供更正確的一個資訊給我們的長官 好謝謝總經理謝謝 還有各位長官想要提最後一個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們就請創家董長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補充一下 謝謝聖哥 我們非常地 我們再次謝謝一下我們的總經 非常地專注 那我直接問一下他們下午 那個台氣鏈要跑說 那台氣鏈的股票還可以買嗎 還快 台氣鏈啦 台氣鏈不可以說股票 那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 創一家 每一週的安量在市場上 政府一大廣 確實房地產是激動 非常的恐怖的激動 可是呢 還是非常地康幸需求 我們有幾個案子 還是消費者會買單 買單的意思是 他認為要賠 可是我們提供數據給他看 你要賠應該是很困難 那只好你就不要買 不要買 等到 等到我剛剛有一個比喻說 你切菜 他就大勾切斷鎖了 縮紙口了 再接回去 那我們的業主 一定會越來越調高價錢 那所以你 什麼時候 我是買房最好的時候 就是政府打房的時候 是買房最好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業主們 都是縮事的 都本來要調高價錢 就啊啊啊啊忍耐一下 等到市場好熱 再來調高了 所以我們都跟消費者這樣溝通 其實現在是買房最好的時候 等到手指頭就會接回去了 又強健的時候 我們的業主的成本都滿高的 都會越調越高了 所以消費者當然 目前很多人當然還是在觀望 可是有些人也不會相信 可是當然這個比例還不是很大 我有一個報告一個好消息就是說 現在看房子還是蠻多的 剛開始920之後 看房子 上個禮拜開始又蠻多在看 這個是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魚池裡面的魚還是很多 就是消費者呢 就好像我們穿下來30幾年了 疫情的時候 SARS的時候 那個房地產很差勁的時候 可是發現很多人在看房子 可是他不買 一時候這個三個禮拜開始 看房子來又開始多了 可是他不買 買的人不是說不買 所以代表在假以時日 應該還是可以穩健的成長 因為我們希望是善的循環 不希望說一下子 讓這個市場這麼這樣的一個不好 我們今天還是 請問大家還有什麼要分享嗎 我們都是無私的分享 大家很開心多交流 了解這個市場 確實現在變動太快了 所以半年後怎麼樣 其實剛剛總監獄報告了 其實第二季應該會更一個關鍵 可是以我們個人來看 台灣是一個好地方 除了兩岸地緣性關係之後 其實我感覺 那兩岸在封毯 那前天嘛 結果我們股票 股票還是在整 我本來想說 那個CN還特別報導說 這次要特別注意 因為以前都有寫幾月幾號在軍演 我說中國在軍演 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 這一次只有寫開始軍演沒有結束 然後我想說這次要唱 是不是要趕快飛啊 是不是要趕快跑啊 結果股票怎麼不得啊 因為這種股票是比我們更厲害的 因為外資很多 他們的免費度非常的高 我說股票不得 結果今年一天就結束了 你認為台灣的房地產怎麼會跌得下去 你說大家還是要住啊 台灣真的經濟啊 都越來越好 人運也非常好 交通也越好 醫療也好 很多好朋友啊 在國外都會回來台灣 在這邊養老 你看張宗某 把夏威夷的通知賣掉 夏威夷 我小孩在那邊念書 我也很清楚啊 好山好水好無聊 台灣呢 又好山又好水 又不會無聊 又醫療又好 你看張宗某 九十幾歲了 身體非常的清楚還可以演講 這不得了 台灣的空氣品質也好 水質也好 醫療很重要 最主要是人 人的浮動很開心 讓大家很開心 可以償命非常的非常的多水 現在不能講百歲 百歲不夠 因為又我A來 所以呢 再次 還是再謝謝我們的劉總監 大家鼓掌一下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的議題 希望我們大家多多尊導 多多指教 讓大家多多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我玩 謝謝